该吃药了 不是 秦总 你要不要这么敬意 人家医生让你回来 是让你卧床养病 又不是让你卧床办公的 你到时候人死了 你赚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啊 你出意外了全却会难过的 别站那么远 过来租啊 难不成真的除了吃饭和吃药 就不见面了 说真的 你明明就在客厅 我反而更想你了 来 走走走走 你能不能不要这样盯着我看啊 你赶紧把药吃了吧 等会儿时间就过了 哦 这 我跟你说个正经事儿 原来打算把板安卖了 不可能啊 板安现在的势头正好 而且AI键目也已经走上正轨了 马上就要开始盈利了 但是我和Cindy 都已经通过各种渠道打听过了 不会有错 并且投资场上已经有风声了 我明白了 我会去搞清楚这件事情的 我不能让AI键目在这个时候出岔子 你先别着急 我告诉你是为了让你有准备 不是让你担心的 我知道 我有分寸 反倒是你 任何事情都不如你的身体重要 你听我的 现在赶紧把电脑关了 然后乖乖睡觉 那你呢 客房已经打扫好了 我等一下要带泉泉回去 我明天再过来 你在家和在这儿都一样 心脏病就是这样 你哪怕寸步不离地守着 人也有可能睡着睡着 就悄无声息地走了 你回去更好 万一 别吓着你 我跟你说你不要得寸进尺啊 嗯 爸爸 你放心 我给你讲故事 吼你睡觉 你混 你走吧 不然我们两个现在 比较相应为命好了 哎 你恬恬你照顾她是吧 你什么白袖我不知道啊 你什么小心思虎 我能不知道吗 起来走回家 妈咪心脆真的很可怜啊 你就照顾照顾她吗 我 行不走 我们都不走 就留下来 留下来看着她 好儿子 爸爸 嗯 你真的会睡着睡着 就走了吗 不会 不会 我那是骗明慧的 谁让她那么铁石心肠呢 我的身体好着呢 我答应过要陪你一辈子的 你忘了 但是有一点啊 你不许学我这样 不许用这个来吓唬明慧 听见没 放心 我比你还舍不得让她上心呢 来 抱抱 我想跟爸爸睡啊 嗯 不是 你不是客房也别睡这儿啊 客房太远了 我就在这儿睡 离你近一点 万一你晚上有什么事情 有什么需求 我都比较方便一点 什么需求都可以吗 你在说什么呀 我跟你说我现在 我现在走也来得及 怎么了 心慌 心慌我看看 你这个心率监测仪啊 一点反应都没有 所以举 数据是会骗人的 他不会 你 怎么样 怎么样 很沉稳 也很健康 如果一直弄这么健康就好了 我会加油的 只要你一直陪着我 听你现在心跳这么健康 你今天晚上应该不会有事了 我也不需要陪在这儿了 我去客房睡 心慌 心慌起床了 心慌 你不是还有个电话会吗 快起来了 心慌 干嘛 害怕我死了 全全伤心啊 无不无聊 放心吧 放心吧 我一定会好好活着的 我答应过全全要一直陪着他 当然了也要陪着你 不会再让你陷到一个人的境地里 我真是懒得理你 赶起来 我 五年前我就说过 你是我的 并且只能是我的 我到底哪儿不好 你为什么就不能接受我呢 也许是我 结婚了我不能娶你 但除此之外我什么都能给你 只有我才在乎你 刚才明明看见他往这边走了 怎么不见了 都怪你停车停那么久 不 等一下 我总感觉不太对 你去那边找 我去那边 好 你想用这个来威胁我放弃百恩 你差一点就做到了 放开我 明慧 你是我唯一五年内忘不掉的女人 你这 真是让我觉得恶心 五年前你就是这么说的 只要你同意 我答应你我发誓 我的一切都可以给你 我可以跟郑义婷离婚 只要朕帮我死了 官朝都是你的 放开 在你眼里我就那么比不上心气吗 我到底哪儿不好 你放开 你什么心气可以我不可以 我要怎么做才能让我得到你 放开 明慧你都说 说 说 放 你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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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了 你走 你走 我走 你走 我走 你走 我走 我走 你走 我走 你没事吧 喂 我在湖边 赶紧过来一趟 有点事情处理一下 别害怕 我来处理 来 来 喝点水 别怕 已经倒架了 别怕 别怕 有我在 想哭就哭出来 晴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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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